一枚爆料朱婷孔将在下赛季回排抄效力,细想起来,未必是空穴来风。 新赛季各国排球职业联赛已经进入后半段的争夺了,在这个时间点,职业排谈的转会消息是呈现井喷状态,而近日,一则转会消息是在中国球迷圈中炸开了锅。 近日,意大利媒体《米兰体育报》爆料中国女排队长朱婷孔将在下个赛季回排抄效力,这个消息真是爆炸性的。 朱婷是中国女排百年难得一遇的天才,自2013年横空出世以来,朱婷一年一个脚步,如今已经是当今世界女子排盘毫无争议的第一巨星了。 自2016年加盟土超超级豪门瓦吉福银行俱乐部以来,朱婷在短短的两个赛季中帮助瓦吉福银行夺下全马贯,个人的薪资也是屡创记录。 朱婷已经是世界女子排盘连续两年的最高薪资拥有者,朱婷的伟大已经无需多言了。 作为中国女排培养出来的巨星,朱婷远赴土耳其让许多国内球迷无法亲临现场一睹朱婷巨星的风采,这让许多球迷是感到相当的遗憾。 球迷虽然有遗憾,但是看到朱婷在瓦吉福银行能够名利双收,球迷也是发自内心的为朱婷感到高兴。 新赛季是朱婷效力瓦吉福银行的第三个赛季,相比起前两个赛季的风平浪静,第三个赛季就显得暗潮涌动了。 在新赛季刚开始,网上就有爆料说朱婷孔将在下个赛季回排抄效力,这样的消息是不绝于耳。 随着意大利媒体米兰体育报的爆料,是的朱婷下赛季回排抄效力的消息是再度登上热搜榜。 虽然目前的报道接触于爆料阶段,并没有本人或者官方的实锤,但是细想起来,朱婷下赛季回排抄效力也未必是空穴来风,具体体现在以下两点。 第一点,排抄职业化需要巨星的带动。 朱婷作为中国女排的第一巨星,其号召力是毋庸置疑的,在2018年绍兴女排式巨碑上,朱婷的号召力和高人气是展现得淋漓尽致。 朱婷的这种高人气对于排抄迅速走向职业化是有巨大推动力的,朱婷如果回排抄效力,那么一定会让排抄的关注度和人气上升几个档次,有了关注度,那么排抄职业化也就不远了。 第二点,中国女排备战东京奥运会的需要。 中国女排是东京奥运会的未免冠军,作为中国三大球中唯一一支具备冲击奥运冠军的队伍,中国女排的奥运未免征程可以说是万众瞩目,不容有失,而中国女排想要奥运未免,那么朱婷又是决定性因素。 下个赛季结束后立马就是东京奥运会了,中国女排是必要全力备战奥运会的,而如果朱婷依旧效力于瓦吉福银行,那么朱婷要到5月底才能和国家队会合,这显然是有些晚了。 如果朱婷真的在下个赛回排抄效力,那么以上两点原因将扮演重要角色。